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每日祈祷 万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 主啊 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下受苦 也许还站得住 但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 被监禁在牢狱中的时候 恐怕我们最容易失败 老鹰在翱翔的时候 能高飞直上云霄 忍受长途的辛劳 但是被囚在龙中 就只能垂头丧气 在龙门上拍着无力的翅膀 不活动 似乎是一个悲哀的景象 可是保罗在监狱中 却是另一面的生活 他所望的不是监狱 乃是监狱顶上面的天 不是仇敌 乃是仇敌头上所顶的天 我们看见他在善写书信 签上他的名字 不是非司徒的囚犯 也不是监狱的囚犯 乃是基督耶稣的囚犯 在这一切事上 他只看见你的手 他看监狱为宫殿 所以监狱中布满了胜利的欢呼 赞美和喜乐 主啊 保罗的监禁 带给我们一条最甘甜的自由之路 他在黑暗的拘禁中 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 是多么可贵 本人约翰在裴特福监狱中 连一生也不准开口 但是 在那里他写下了天路里程 除了圣经以外 最被人诵读的书 他说 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中一样安事 我一直坐下来写 写 因为喜乐催促我写 主啊 谢谢你 所有蜀天的安危 都是从寂寞中流出来的 因为 那其中有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